如果给美国男男12名球员打分 你会给他们打多少分 以下是单哥个人打的分数 主观成分非常大 如果你不同意 请下往开炮 詹姆斯 本届赛事老瞻给我的感觉就是两个字 宗师 能把这群迷人堂级别的球星捏合到一口 除了老瞻 没有人能做到 有人说 本届赛事MVP为啥不给表现更好的库里 要给老瞻呢 这就是理由 场军8.5次助攻 老瞻头就是中军主帅 他能把炮弹精准的输送到最合适的位置 打击敌人最薄弱的地方 另外 还能拿到队内第二高的得分 还有66%的投篮效率 还能防守 互宽 场军只打25分的老瞻 没有断板 因此我给他打满分 10分 杜兰特 他的能力大家都很清楚 他还心甘情愿打替补 你说这奢侈波 这是啥凶劲 阿杜用一个词形容就是 超级无敌稳定大杀气 无差别单打 谁来访都一样 我就是能稳定的把篮球送进篮块 这多可怕 投篮命中率54% 三分命中率52 罚球命中率94 这你妈200俱乐部了 这可是在身体对抗 强得多的国际赛场 牛逼无需多言 我与阿杜达9分 库里 这老哥给我的第一项就是疯狂 太你妈疯狂了 半决赛和决赛 一共投进了17个三分 NBA第一神社 名无虚传 说实话 如果没有这两场比赛 我只能给库里6分 差点把他列入一打国际比赛 就拉胯的行列 事实上 他在半决赛之前 打得真旧一般般 没有亮眼的发挥 这两场比赛 彻底让他攒入非把蓝蓝实测 如果没有库里 美国队也许还会夺冠 但会十分十分的艰难 如果老詹是宗师 蓝特是杀器 那库里就是原子弹 得分爆炸力十足 我认为库里9.5分 恩彼得 我一度认为大帝就是来搞笑的 从半决赛开始 大帝认真了 打塞尔维亚那么艰难 大帝硬是没有掉链子 11中8 3分3中2 拿下19分 第四节打了岳老师好几个 果然只有岳老师 才能让大帝硬起来啊 我给大帝7.5分 不客 这小哥以前给我的印象 就像个富家公子 有才华 但是太高傲 能得分 但成不了事 但这次奥运之旅 我相信会让他蜕变 他放下了身段 做了大量的脏活累活 尤其是防守端 一夕看到了他的偶像 黑曼巴的影子 我给这小哥打8分 塔都姆 土土这次奥运之旅 比较闹性 只出战四场 两场被DMP 场均5.3分 投篮命中率38% 是美国队中最低的 他的原因在于定位不轻 换句话说 就是他的技术特点 没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 进攻效率也偏低 对他来说 虽然同一年拿到了NBA总冠军 和奥运金牌值得庆贺 但总感觉差点什么 我给他打6分 华子 小哥开眼界了吧 看看你们去年世界杯打的个啥 华子在这一拳大哥身上 应该学到了很多 虽然打波多里克 华子打得非常棒 拿到26分 大哥们也都愿意给他做球 但打了关键时刻的关键球 占度酷 还是给他好好上了一颗 华子场均12.8分 你人很出色 四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 华子就是核心 本次奥运会 我给华子打7.5分 农眉 最适合打现代篮球的中锋 非农眉莫属 能护框 能投射 能换防外险 能抢篮板 脚步跟得上 对抗不吃亏 惑惑 别老是除外 只要农眉在场 美国队的比赛就非常流畅 而且他干的脏活累活最多 得分全靠自己 二次篮板 属于幕后工程类型的 我给农眉打8分 阿德巴雲 和农眉属于同一个类型 略小一号 长军6分 53的命中率 我给7分 哈利伯顿 现在的哈利需要的就是 攒经验 6分 白特 霍勒迪 这俩绿军哼哼二将 我就放一起说了 防守端还是非常管用 尤其是霍勒迪 要过他或者被打他 都不容易 进攻端三分也很准 和农眉68一样 属于非常好用 又不贪工的类型 其实每个成功的团队 都有这样的人 在默默的做贡献 向他们致敬